世界银行警告短期经济前景非常不明朗 一旦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有延误 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只有大约1%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但随着疫苗面势 各国民众陆续接种疫苗 世界银行预期 全球经济今年将恢复增长 世銀在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当中估计 环球经济去年收缩4.3% 较早前的预测乐观了一点 全年经济预计会反弹4% 美国经济计去年收缩3.6%之后 今年预料回升3.5% 欧元区也会反弹3.6% 中国经济增长可望加快到7.9% 是主要经济体当中表现最好 不过世銀也警告短期经济前景仍然非常不明朗 更已迷失10年形容经济前景 由于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一旦疫苗接种有延误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只有1.6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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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否保持强势要视乎疫苗能否成功制行疫情 预计来季会见到经济强势反弹 基金组织去年10月预计今年经济反弹5.2% 去年经济预计收缩4.4% 另一方面英国实施新一轮金币措施 市场估计会拖累上季和今季经济收缩 意味英国经济会含入衰退 但投资银行摩根大通认为 今季经济只会收缩2.5% 远低于去年第二季首轮金币措施时 所导致的20%跌幅 经合组织就预计 英国会是成员国当中 除了阿根廷以外经济复苏最缓慢的国家 英国政府早前已经推出 总值2,800亿英镑的紧急援助计划 包括4月到期的就业保障计划 因应新一轮禁闭措施财上新委城宣布 加码对零售、酒店和休闲企业的援助 总值40亿英镑 希望能够保住英国人的饭碗 直至禁闭措施结束为止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报道